哈囉大家好 我是紅火球 今天呢 要來練財 欸不是 好像太直接了吧 紅火球呢 是一個機車DIY的頻道 雖然越來越偏向翻新就試了 翻新一台車的成本比想像中還要高很多 特別呢 是房租的部分啊 跟其他主流 美底型機車YouTuber不太一樣 我不太可能拿到最新車款的資源 也因為舊車能產生的利潤絕對是不及新車的 導致我也不太會有業配 但我還是很熱愛這些舊車啦 如果你跟我一樣有天馬行空的想法 或者是熱愛自己的年代 想讓更多東西被保留下來的話呢 歡迎加入我的頻道會員 當你訂閱了我的YouTube頻道會員後 你可以享有三種專屬福利 第一個 可以參與影片的製作內容 像是該選哪個顏色之類的 可以開放會員進行投票 或者是提出有趣的影片主題 經過會員票選後 最高得票的那個我們來實現它 前提呢 是不違法喔 第二個呢 是可以獲得獨家的內容 訂閱我的頻道會員可以獲得我的獨家內容 雖然主心力還是會放在一般的影片上啦 但有一些比較不適合在一般場合討論的事情 像是無排車 還有花了多少錢 我就會以會員影片的方式去做呈現 當然還是以一般影片為主啦 會員影片大多也只是聊天的形式而已 我希望呢 會員專屬影片能保持一個月一更的頻率 第三個呢 是我還會建立一個會員的專屬LINE群 DC群 大家可以在裡面聊聊車 約約泡 欸欸 不是不是不是 約約跑山之類的 如果你真的非常的喜歡我的影片 非常想贊助我的話呢 我還開放了750元新台幣的選項 那先在這邊跟大家說一聲謝謝啦 但是我真的沒有辦法再給更多東西了 所以呢 我只能簡單的做一些小調式送給大家啦 目標呢 是每個月一款 會在每個月的前10天公佈款式 目前呢 只限定台灣地區國外有需要的話呢 我再研究 桌上這些呢 就是我的樣品啦 這些圖片都是我請專屬配師畫出來的喔 不是直接網路上找圖片Copy下來的 當然對我來說 最大的幫助與贊助還是 訂閱 按讚 留言 分享啦 您的觀看呢 才是我拍影片的最大動力喔 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就趕快加入吧 好 最後呢 講個真心話的時間 其實拍這種影片呢 基本上99%都是沒有賺到錢的 那如果我直覺暗暗分分的呢 去開一間小小的機車廂 其實我現在應該已經賺不少錢了 那因為畢竟這個只是興趣而已啦 那也是因為在家裡真的堆了太多東西 各位可以看到後面嘛 所以被家人已經講很多次了 但是我還是想要繼續把這個東西做下去 所以我才想說要賺一點錢 才讓我有合理的理由 我可以繼續使用這個家人的空間 因為畢竟這個地方 如果真的要自己乘租下來的話 一個月租金會超過一萬塊 台灣的租金就是這麼的誇張 所以如果我想要繼續保留這些車 繼續拍影片給大家看呢 就必須要有一點額外收入 要不然我自己的工作是沒有辦法Cover這個支出的 其實還有很多好玩的事情 像是改電動車啊 看國外很多大神改電動車 或者是翻新那種很老的車 或者是翻新那種很稀有的機車 或者是呢 改一些奇怪的改裝什麼 三輪摩托車 四輪摩托車啊 這種東西我都想去嘗試看看 那如果有你的贊助的話呢 我就更能實現這個目標 我也會把它拍成影片給大家看 看國外都是那些講英文的 雖然有很多人都把它翻譯成中文 然後用那種比較死板的方式拍出來 但畢竟那個是別人的東西 我想要拍屬於台灣自己的DIY神人那種感覺 好了 真的非常謝謝你的贊助 但是沒有贊助也沒關係啦 畢竟您的觀看才是我做影片的最大動力 好啦 下次見囉